看到小朋友已经在潜水区要下水了 那他只要一过去之后就会吃水 那我说就赶快就冲下去去救他 还原周六意外 小男同没发现泳池黄线前后深度不同 一脚踩下去插点溺水 饭店员工激紧跳下去救人 目击网友在脸书社团分享 希望军岳好好表扬员工 说当大家都还在享受泡水乐趣时 这位饭店人员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 从霸台飞奔跳入水池 大家都还没反应过来 他已经从水中抱起一名国小孩童 感觉到就是水面有就是比较剧烈的那种声音 然后我就往那个地方靠近 这时候其实我旁边有一个男生他在靠近 然后我们就一起跳下水去 救生员很低调直说是自己分内室 而夏日汐水家长真的要紧盯孩子安全 有网友在露营社团分享 在泳池看到念幼儿园的小女童 在水深140公分处溺水 有水上救生教练症的他 当下判断不是在玩水 而是在挣扎 立刻游去救人 也提醒儿童溺水最难发泄 大概会有一个情况比较急促 或是说他上下一直在摆动的时候 那甚至他是蹬到池底 又往上蹬的时候 这个极有可能就是呛水的一种征兆 或是扶住水稻神 有近30年资历的教练分享几个溺水征兆 救生员通常会观察确认不是在玩水 就赶紧去救人 教练也透露 通常水深的池子小朋友会有警觉 水浅的池子有时候玩疯了 也容易发生无外 另外也可以拍水发出声响 和帮助身体浮上来 这些都是教练会教小朋友的求救方式 还有仰飘 水母飘等自救技巧 避免发生汗事 TVBS试问徐坑山 张雨昕 太阳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导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